中国传奇小说《黄凉梦》 写的很有趣 一个穷秀才 在个道观里面 倒壳睡 做了一场梦 盗壳 这盗壳有定功 在那煮小米 黄凉煮小米 煮小米粥 秀才是大壳水 等他梦醒了 他梦醒了差不多几十年了 他做梦啊 他就赶考 考得很顺利 中了巨人 中了近似 有做官 这个 得罪他的人 他都报复了 跟他好的人啊 他也报他的恩 报恩报怨 最后他老年老了 好像做到宰相 告劳还乡 荣归故隶 一脚醒过来 小米粥还没做书 到时给他开玩笑 怎么样啊 一身荣华富贵 如何啊 他这一下就救了 一场梦而已 人生确实是一场梦啊 一百年一刹那了 知道人生是一场梦 就不要再计较了 不再知足了 啊 决定不跟人家怨了 没有意义吗 啊 怨家一截 不一截 我们就会做了 知道人生非常短暂 人与人之交往 很难得 无论是善是误 是好是坏 都不要计较 都要用真心来对待 用大慈悲心来对待 啊 别人做悟 我们行善 去感化他 啊 希望帮助他回头 只要是认识 都叫有缘人 啊 即使有缘人 我们就要帮助 啊 他在迷惑的时候 颠倒的时候 不容易听进去 不要紧 做好样子给他看 啊 加以岁月 慢慢 他会救我 啊 到他梦醒 他就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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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